台中一名男驾驶开车停等红灯时 被后方机车猛力追撞 想要下车查看对方竟然是违规落跑 当事人自己调阅监视器扮起柯南 总算找到肇事机车 警方通知车主到人说明时才发现 骑车的是另外一名女子 突如前的猛力追撞传出巨大声响 汽车驾驶吓了一跳 回过程准备下车查看 肇事的骑士居然立刻掉头 违规横越双簧线回转 消失在眼前 23号晚间9点多 在太平区发生这起行车纠纷 许新汽车驾驶在停等红灯时 无辜遭到后方机车追撞 但对方却逃之夭夭 他除了拿行车画面到警局报案 还自行当起柯南 网罗事发地点周边的监视器 皇天不负苦心人 总算找到肇事机车 警方也通知车主 道案说明 如今撞了就跑 薛姓女骑士 不仅得赔偿轿车的维修费用 还因为没有依规定处理 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最高可开罚3000元 调扣驾照三个月 警方提醒民众 如果不慎发生事故 务必报警处理 千万别音小时大 今天中文章节台中报道 让大家理论 真的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